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股市大上大落 美股跌了很多天 但昨天突然又蝕上來 因為特朗普有些稅務優惠可能會推出 這不重要 日日新聞都不同 究竟市是牛、紅、怎樣 其實都很難判斷 有時好像過山車一樣 前幾天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這幾天又好一點 昨天港股又好強 買還是不買 其實都很難決定 心血少一點都不行 所以一個有紀律買賣的系統很重要 最近很多朋友都問 為什麼我們很喜歡看樂活五線譜 的網站好像下跌了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有其他理財的作者 就說好像在搶收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不重要 如果我們暫時看不到 有沒有其他方法去代替 或者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 樂活五線譜 所以今早再跟大家說一說 之前也有影片提過 不過今集就特別說這件事 我們在Google打下 樂活五線譜 這五個字 然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網站 有些東西教你怎樣做 平時就是這個 Invest Visalfinance.com 找到的 但很多網友進入去 就不知搞什麼 有些ERROR 那怎麼辦呢 我們回頭 其實有一個網站 也有一個自動的系統 做樂活五線譜 不過它沒有樂活通道 就叫做樂活五線譜 Stock AI 我們看到 其實Stock AI 裡面有 我們按進去 看到其中一欄 就叫做樂活五線譜 其實它在哪裡找出來 就是深入探索 其實它有不同的 技術指標的模式 讓大家去用 有些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用理會 按進去樂活五線譜 因為它是台灣網站 一出來 所以就是台灣家權指數 我們看到Pattern 也是見頂去回落 但未進入買入區 只是很恐慌的情況 我們就按個功能設定 例如我們想看指數 我們可以看選擇 各國的重要指數 如果我們看ETF 就可以選擇ETF 例如我們選擇重要指數 然後選擇國家 可以全球 中國、美國、歐盟、日本等 不同地方都有 我們選擇美國 然後選擇指標 什麼指數呢 都有很多不同 Dow Jones 一些商品指數 我們選擇S&P 我們去到最下面 選擇3.5年 然後選擇 然後選擇 開始繪製 然後選擇 看到也很恐慌 可能臨尾有少許彈 但還未回到 我自己覺得 如果它回到區域 反彈入面 其實買是比較穩固 不過我覺得 如果我們從紀律 都是有一個比較強的反彈 所以昨天有一個比較強的反彈 我不知道是否已經反映到 在這個反彈入面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是量力而為 市恐慌一定會有反彈 這個系統不是去說 市是什麼PE 貴還是便宜 其實就是 當觸及下面就是恐慌 恐慌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貪藍一點 去到上面紅色線 就是比較 市是比較 熱情 市比較 HOT 即是刺熱 和樂觀 所以這個樂活五線譜 其實是一個樂觀悲觀的狀況 不是算是便宜 其實不是那種 如果線圖是慢慢 一格一格 其實可以升很久 好像美股 其實沒有突然間突然 在三個月內 升三成五成 其實都沒有試過這些股市的泡沫 它都是慢慢慢慢 一格一格 所以它為何可以升那麼久 如果它突然間 去到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去到紅色線上 比較樂觀的時候 就會容易產生調整 這個情況 其實在去年 都試過這樣的狀況 我們看到之前 其實也有跌過下面 我們看看這裏 這個也是2018年 的 2019年年頭 也是中美貿易戰 抽過下去的 即是說美國 其實不是說沒有調整過 不過這次你看看短期的調整 是比較 Sharp很多 我們看到 所以會比較多 即是跌市一定是 比較多一些不好的消息 好市的時候一定 比較多一些樂觀的消息 所以就是 如果我們起碼買一些 叫大型的指數 環球也好 美國也好 或者中國也好 其實這也是一個 挺好的參考 但總之 我們不要把整個身家 我們會比較害怕 我們會分數 如果 可能會跌2-3% 再賣一點 如果根據圖 其實應該要全數賣入 或者我們可以等它上去 上面綠色條線再賣入 都可以 這就是大家自己決定 這不是我自己的投資 而我們跟進去 有很多不同的系統 大家自己覺得 哪個模式 對的就可以用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襯低色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沒有問題的 大家有不同的方法 可能有些朋友喜歡用突破去買入 或者嚴守指洩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 如果 以往來說 這個模式都是Work的時候 我們明白一點 就是 當股市很恐慌的時候 那些股票是會跌過籠的 當股市是很樂觀的時候 那些股票也會升過籠的 落換五線譜 中間這條線 就是正常的圖案 如果抽上去 或者跌下來 是一個不正常的圖案 其實是一個心理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定是買一些 大型的市場 大型的股票 認買指數 不要買個別股票 這樣才會比較安全 所以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 有些人說股災要訂貨 有些人說入市 我自己真的沒有什麼意見 但我覺得自己從長遠來說 都是可以慢慢收集 或者有時這些模式 就是用月供的方法最好 月供的方法就是 那個市升到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照顧出去 照顧出去 然後把賺到的錢 你可以攤平 可能12個月 24個月 可以慢慢到這些位置 你可以慢慢去買入 都可以 因為我想 它未必會馬上回到上面 你可以分10個月 將你之前獲利的 攤分開始 可能由綠色線開始 攤分12個月買入 或者24個月買入 可能大家會感覺安全 或者是上回上面的通道 你才再買入 也可以 大家自己去衡量 只不過我希望提供多些 不同的資訊工具 讓大家去選擇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subscribe like share 給朋友 有什麼問題 我會盡我所懂的東西 去回答大家 以及繼續支持YouTube的廣告 多謝各位